好,同學,那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一些關於濃度的計算 濃度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個例題 第一個例題呢,是在200克的水中呢 要加入多少的鹽呢 才能夠調製出20%的食鹽水 好,這個問題呢,其實 首先呢,你們在學習這個 理化的濃度的單元當中 首先要知道就是關於 溶質、溶劑跟溶液的定義 那在這個題目當中 我們要先把這些 物質的意義先找出來 首先是200克的水 這個水在這邊當一個角色 如果各位還記得,應該是 這是屬於溶劑的部分 水是溶劑 負責溶解其他物質的成為溶劑 那要加入多少的鹽 這邊出現第二個角色,鹽 鹽在這邊呢,應該是成為一個 溶質的部分 溶質 好,最後能夠調製出20% 這是濃度的食鹽水 那食鹽水的部分呢 應該指的就是它的溶液部分 好,所以呢,這三個的關係 同學要弄清楚,你才能夠來解決題目 好,所以當題目告訴你說 多少溶劑呢 跟多少溶質合在一起 會得到20%的溶液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利用公式的意義 來推導出這個溶質的比例 好,首先呢,我們知道 因為溶質加溶劑等於溶液 那在我們濃度的公式裡面 我們用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呢 濃度 濃度 等於溶質除以溶劑 溶質除以溶液 溶質除以溶液 剛剛老師一直口誤 應該是溶質除以溶液 好,那我們就把我們所知的帶進去 百分之二十 那就直接寫一百分之二十 一百分之二十就是百分之二十的意思 好,那我們就把 已知的訊息帶進去 這邊呢 溶質因為是溶質數 然後溶劑是 已知兩百克 好,所以我們將溶質 這邊假設為X 好,所以溶質就寫X 那溶液呢 其實就是溶質加溶劑 所以這邊是兩百克加上X 所以溶液底下呢 要寫兩百加X 好,所以呢 你只要解出這個X 你就會知道它的溶質有多少 那我們來解解看 首先呢 就是一百分之二十 等於五分之一 可以約分 是五分之一的意思 好,所以在降差相乘之後呢 你會得到 五X等於兩百加X 所以四X等於兩百 好,那麼X就等於兩百 就等於五十 好,那麼呢 這是第一種解法 那其實老師還有一個更簡便的方法 我們來跟各位介紹 那第二個方法呢 不是利用公司 我們單純的是利用比例的關係 我們知道呢 百分之二十的意思就是 一百毫升的 溶液當中有二十克的溶質 所以這一百則是溶液的部分 二十克呢 是溶質的部分 好,那這個現實告訴我們什麼呢 一百克的溶液裡面 其實二十克是溶質 那也就是說 八十克是溶劑 所以 我們可以得到 八十克 其實是水的部分 那二十克呢 是溶質的部分 是鹽的部分 好,所以 所以 剛剛他在問你說 他要調製百分之二十的石鹽水 其實他在問的是 他也可以這樣來解釋 就是 鹽跟水的比例 百分之二十嘛 其實 這鹽跟水的比例就是 二十比八十 就是指的就是 百分之二十的石鹽水 因為 我們說這一百是就是鹽水 那如果 二十克是鹽 如果 所以要這樣看的話就是 百分之二十的石就是 一百克的鹽水 好 跟二十克的鹽的比例 對不對 二十克是鹽 一百克是鹽水 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把一百克的鹽水 扣掉鹽 就是水的部分 所以水占了八十 鹽占了二十 所以 百分之二十的石鹽水 就是鹽跟水的比例是 二十比八十 好 那 所以我們就很快的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名義 八十的水 跟二十的鹽 就是他要的比例 好 那現在呢 水有多少呢 有兩百克 我們就寫兩百 那鹽一樣成X 好 那八十分之二十 就是四分之一的 如果月分之後 可以得到四分之一 所以呢 我們加大相等之後 也是一樣得到 四的S等於兩百 S就等於五十 好 所以這兩個方法 都可以解出相同的題目 第一個呢 是用公式的部分 加鹽 假設為X 那底下放溶液 上面放溶石 當你把你的位置 就帶進去之後 你可以得到X 那第二種呢 是找出 因為他提供我們 是水的比例 水跟鹽的比例 好 所以我就是單純化 把百分之二十化減成 水佔百分之八十 鹽佔百分之二十 好 所以這八十的意思就是 二十的鹽水就是二十是鹽 那八十就是水 就是八十比二十 就是一百減二十 就得到八十 所以八十比二十 那邊的四比例 好 跟兩百分之X 就是水跟鹽的比例 好 水跟鹽的比例來看的話 所以呢 這樣約分之後 一定得到 這個鹽的質量 好 所以這就是第一題的部分 好 好